大家都知道《奔跑吧》第五季第十一期 是在捷克与外国友人共同进行的 场面甚是火爆精彩 10VS10拼酒量 斯宁牌秀才艺 最新的游戏带给了大家很多的欢乐 然而 我们只注意到了这些精彩环节 其中的微波花絮也是好戏连连 其中某一片段 我们可以看到热巴 在赴捷克的路上开启了学败模式 恶补捷克与 而身为名媛下午茶组合的另一人陈赫 却在一旁拆穿道 小迪在我旁边一直在拿着手机查捷克语 结果查到的是美女一词哦 陈赫接着调侃道 你这是在夸你自己呢吗 瞬间搞得热巴一个大红脸 不过人家热巴本来就是大美女 还不让说啥的 随即邓超在一旁也拿热巴打去道 小迪已经准备一篇论文了 看来热巴小姐姐开启学败模式 很好学的样子哦